哈囉 不好意思 我看到妳 我覺得妳看起來蠻正的 想要跟妳認識一下 看見正妹男子機車停路邊 上前搭訕 說想認識對方 聊妹幾句話就要了聯絡方式 哇 妳身材很好 我在運動 生妳十六歲 哇 妳真的小 妳差我超多的 利用外送員身分 假裝問路 故意挑選身材較好的女學生 追到家門口搭訕 連未成年都不放過 據了解這名外送員 經常出沒在淡水逐圍捷運站周圍 除此之外還會專挑學區 因為校園是開放空間 她經常趁著美單的時候 闖進校園來搭訕女大學生 外送員兼職YouTuber身分 影片素材教人如何搭訕 甚至成立群組 跟其他男網友在群組 PO出偷拍照 討論搭訕的女生 還開一對一搭訕課程 一堂課收費七千九百九十元 如果沒有得到他人的許可 就將這些私底下的言論 利用工具來做錄影錄音 甚至上傳到網路上面公開 有可能觸犯刑法妨礙秘密罪 最高是可以處到 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窕窕淑女 君子好球 只是路邊隨機搭訕 還是要顧慮一下對方感受 以免踩到紅線 吃上官司 三天新聞 何孟哲 陳寅軒 台北參報道